這也是住宅 也請問別忘了 整個開發區的面積是29.73 開發完成後 提供的可建築用力是18.19公頃 取得公共設施是11.54公頃 整個重畫的費用是7.3億 那其中工程費用是佔了5.9億 重畫費用是1.4億 開工是預計108年10月 那宮崎目前預估是兩年在110年的10月會完工 今天也透過這個機會讓大家了解這個案子目前的進度 我們希望年底、年齊的這個部門就可以來發包 現在這個市場的部分11月份他就會公告 公告這個招商 也鼓勵在地的攤商大家一起合作組一個公司來投標 讓這個新的市場可以來服務我們家的同情 這個中華區的期待 跨近第17歲 含著86號當西方快速到路 交通條件是相當的好 而且郵寧京都黃金海花 加上人工設計公園市場改建 可以說是人口未來發展最重要的地方 萬里市地重劃 在 萬里市地重劃 在 收集